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修学华言五教旨观 两百三十一页 法部如然欲同非欲 一分相似不予为人 而者此诸淡得隐相摄入其职各书 法部如然全体交特部 那么在最后就是为了要说明在这些境界的诸法 他们是一级一切一切一切级重重无尽 那么诸淡和尚用的这个帝王天诸做辟喻来说明 诸法是彼此呢 互射互入重重无尽 用帝王天诸的这个现象来 也帮助我们可以去揣测 去想象说 这个法界缘起 诸法呢 互射互入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 但是呢 譬喻呢 虽然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这前面所讲的 譬如说 在东南边的一棵株上面点一个点 在一切的株呢 都会出现一点 那你去别颗点 任何一颗点呢 都是会有同样的情形 所以病人你在哪一点去 哪一棵株去点其实已经没有差别了 因为你随便去一号株点也是骗一切 你去二号株点也是骗一切 根本你在哪一株点 它的结果根本就看不出来 有什么差别 都是每一颗株上面一点 甚至是无量无边的点 为什么 因为每个株又有一切株 其中的一个株又有一切株 所以就是重重无尽 那么这个地域当然是已经很殊胜了 但我们可以去过来 感受到把界缘起 一极一切一切极一 重重无尽的这种不思异性 已经可以有点点跃到 至少它比较具象一点 一颗株子一颗株子 每一颗株子被领向的重重无尽 这样 可是跟真正的法 真正的法 比如说这条毛巾 这条毛巾 所有的一切法作之以至 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诸佛 风风在我这毛巾 这个太抽象 很难去感受 所以法是远远胜过 这个诸子的屁股 它的不思异性 诸子还可以想象一下 对不对 但诸法 这每一颗法 都是这样的不可思异 又去涉入无尽 这个实在是太难想象 所以这个法 事实上是远远超过了 这个诸子的辟域 帝王天主的辟域 所以法不如来 欲同分欲 所以这个辟域 事实上并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辟域出 法界缘起的境界 所以叫欲同分欲 这个辟域 立往天主的辟域 并没有办法 真正去圆满的说明 比喻出法界缘起的境界 所以叫欲同分欲 如果一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说明 那就等于是没有说明 还是不能说明 不能把它说明得很贴切 不能让你了解得很贴切 很淋漓尽致 那就是表示这个辟域还是不够道理 这个辟域还是不够道理 其实我们基本上所有辟域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辟域跟法 比如说莲花 我们常常用莲花来辟域佛的或菩萨的一种心境 可是莲花再怎么样跟佛菩萨的境界 那也是没有办法去相比并分 所以辟域基本上只能辟域部分或者是少分 所以欲同非欲等于还是不是很圆满究竟的一种辟域跟说明 所以说一分相似不以为言 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有点类似 这里头立往天诛 毕竟他至少说一诛可以看到一切诛从从无尽 这个是立往天诛里头可以看到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有一分相似 所以就用帝王天诛来做辟域 但是事实上很不一样的是什么 他说何者此诛但得隐相色录其子各疏 因为在帝王天诛这个辟域里头 虽然是可以达到说每一颗珠子都有其他的珠子的影像 一号珠里头也有其他999个珠的影像 二号珠也有其他999个珠 所以这样就表示他们是互相赤入的 在我的珠子里头也有其他珠 在其他珠子里头也有所有一切珠 所以这是影像是互相互色互露的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子各疏 就是在这个辟域里头 你的一个所看到的还是好像有一颗一颗一颗的珠子 每一颗珠子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珠子在那里 可是法呢?法不一样 法它是所谓的一针法界性 就每一个法就是整个法界 例如说另外一个例子 一水起万同浪 万同浪之以为 这也是常看到的例子 所以跟浪的例子 比较容易去体会到 所谓的同一体性 同一体性 可是浪的这个例子 它比较没有办法去说明一极一切 一切极一 就是说它在词观上没有办法让你看到说 这个所有的浪都有一切的浪 你看不到这一点 你在道理上可以推求说 因为所有的浪都是同一个水 所以说这一同浪就是一切的浪 因为它们都是水 你需要稍微用推理的方式 可以去知道说 这一重浪就有一切的浪 每一浪都是一切的浪 因为都是同一个水 但是你事实上你看 你并不没办法直接很直观的去看到 对不对 而且重重不进你也没办法去看到 但是诗词这个帝王天诗它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直接看 你可以直接看 你去看这诗诗 它的确确确有重重不进的影像 直观的 所以它的这个辟语有它的 算是特产 有它的特产 可是诗词的这个辟语 它就比较难让你直接去感受到说 所有的诗词它是同一体 为什么 在直观下你是看到是有不同的诗力 懂这意思吗 可是水你会看到说 所有的波浪 所有波浪它基本上它是一体 这个在直观上你确实可以看到 因为你去看海浪的时候 你会直接看到虽然浪每个浪不同 可是大海水是同一个大海水 这个是直观上可以看到 感受到说它那个同一体性 就是不会说认为奇质各苏这样子 奇质各苏或奇体各苏 水浪的例子 比较不会让你落入了这个奇质各苏的这种 在直观上 比较不会落入这奇质各苏 奇象各别 但是当然一重浪一重浪不一样 可是论到浪的体 你直观上 因为你直观 你就是看到说是同一个大海水没有错 所以你看这两个例子 各有它的可以比较特别说明的点 但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就直观上来讲 所以帝王天诸的这个例子 虽然是已经能够很巧妙的很直观的 让你去看到 或一极一切一切极 从中入境 可是在于同一体性上面 它相对是比较薄弱一点 同一体性 因为你看到是奇质各苏 一颗珠子、一颗珠子、一颗珠子 都是不一样的珠子 你会看到这样子 所以在同一体上的这个直观上 是比较 它的这个直观说明就相对的薄弱一点 反而水浪的例子 直观上的同一体性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你看这两个例子 它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性 或者它说明出来的一种性质特色 是不同的面向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要举很多例子 因为有时候不同的例子 是给你去领悟到这个法的某一个面向而已 所以你看那个在前面为什么我师父他强调说 其实在讲那个珠 大家不要过路那个一滴滴的珠 要去看那个所谓珠光 有没有 珠光是一 就是你们要去想象珠力是一 所以它这边边 你要去体会它的一体性的时候 你必须去看珠光而不是看珠力 可是问题 大部分直观你是看的嘛 是看珠力不是看珠光 是不是 好比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天花板这些灯 叫你看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去看每一根每一根的这个灯管 还是会去看这个光线 你当然是看到的是灯光 是不是 你哪有人在端门说 那我也看到灯光 不会很少人都能看到灯光 你说看到一盏灯一盏灯 对不对 事实上你看到的是灯光没有错 但是你会注意到的不是灯光 是说一盏一盏一盏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供灯 请问你供灯是供那个光还是供那个一盏一盏一盏 事实上应该是那个光 佛光光是在点那个光 可是你在供的时候你都是说 爱一盏一盏一盏 也就是说其实你很少是直接去看光 你都还是看那个一盏一盏的个别的灯或者是珠 那你要看到一的话 一体性 一体性那是要从光 因为光它有办法融为一体 融为一光 所以叫千灯一光 千灯一光 所以是光才有办法消融 灯没有办法消融 灯消融 然后千灯变一灯 那又是变着大主统统统把它融在一起 那才就是千灯变成一灯 不会说千灯变一灯 不会说千灯变一光 然后一光呢 虽然是一光 可是仍然有千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在一体上 一体的这个说明呢 相对的在持观 它一光天珠呢 是比较薄弱一点 要说明这个统一体性 所以它相对展现出来 或者让你直接感受到的是 七十个书 七十个书 每一颗珠每一颗珠不一样 不同的珠子 所以你才会说 有一千颗珠子 你不会说一颗珠子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千颗珠子 不同的珠子 那真正的法呢 不是这样 法不如来 全体交测不 全体你对它 这个体 就是交测 就是它已经互融在一起了 已经分不出来了 那我们凡不看到都不是像啊 桌子跟椅子都是不一样啊 跟毛巾也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进到这个法界缘起观 也就是这个华言三难所讲的经验 它看到的是什么 桌子 椅子 毛巾 所有的法 它是互相交测 互相交测的 互相交测的 桌子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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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为什么是空性 因为桌子是圆起信空 对不对 椅子也是什么 圆起信空 毛巾也是圆起信空 所有的一切法 都是圆起信空 虽然它的向上有差别 可是就圆起信空的那个空性 是一体无二的 是全体交测 那么在这个全体交测 诸法的全体交测 甚至可以亲证到说 诸法的全体交测 过去、现在、未来 十方、三、四 全体交测 比如说 你现在跟阿弥陀佛全体交测 你有感受到吗? 你跟观音心菩萨全体交测 你感受到吗? 如果你真正感受到 我跟你讲 那不可思议 你会感觉到说 好像我们秋代书 他去医院的时候 感觉说 好像佛力加持 都不会担心害怕 医生也觉得说 奇怪 你怎么这一次好像 跑得很快 他的开刀很顺 就是说 你真正感受到 你跟佛菩萨的事实上 真的是全体交测的时候 这个法界 你开始受用的那个法界的性量 是全然不同的 现在问题是 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就是说 你这一念心 是不是跟一真法界性相应 华言上面 如果你可以跟 这个华言上面所讲的 这样一个道理 你是去体证到说 哇! 的确是我的身心 跟一切众生的身心 跟诸佛福上的身心 是真的全然的一体性 就像那年前讲的 对上是无比的这个崇敬 对下是无比的这个慈悲 悲心 自然游然生意 因为你感受到的 这种全然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种 全然交测的时候 这时候整个你所眼见的耳闻的境界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说这个法 在这个层面上 全体交测这一点 在地往天出这个例子 是还不容易说 因为在持观上 你容易落在株力 粒粒分明的株力的分头 在持观上面 你是容易落到这样子 所以在全体交测 不容易去持观到 不容易去持观到 最终就是辟喻 不容易去说你的电 这个辟喻 但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辟喻了 它可以让你直接去见证到这种 一级一切 一切级冲冲无尽的这种可能性 在地往天出这个例子 是可以直接的见证 你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而且是非常的词观 非常的词观 其实它就录了一个字 应该是以非欲为欲 因为它是一首祭宋 我这个去查 这个在原本的经文里头是 以非欲为欲 然后再有一个斗点 然后再有一个斗点 魏贤 以非欲为欲斗点 显现真实义 这样五个字 五个字五个字 这样才完整 对 以非欲为欲 它少了一个欲 那么这个《华言经》是六十华言 特别去查它是在六十华言的经文 那性其品它的劝评是 宝王如来性其品 在六十华言的那个品 它完整的品是 宝王如来性其品 所以在这个经文它就讲得很清楚 为了来帮助众生可以来了解这个 法界缘起的这个道理跟现象 所以不得不方便的用不圆满的 或者不究竟的辟喻来做辟喻 来帮助你了解 为了要帮助你了解这个真实义 不得不用一个 其实是没有办法非常百分之一百的 一个精准的相似 所以叫做非欲为欲 非欲为欲 只是一分相似 一分相似 透过这一分相似 部分相似 让你去可以 比较接近 或者去体会到 这个法言的真实义 这是不得已的方便 不然呢 其实法本来就不是语言文字 也不是辟喻 所以主师讲法到深处没有办法用辟喻说 法到深处无法用辟喻来讲 所以他是引了一段经文来说 如是唯密法无量解难闻 精净智慧者乃闻如来带 这也是一个经文 所以这么圣声唯妙秘密难说 这个法 唯密 唯妙秘密 圣声唯妙秘密难言 这个一真法戒信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如来帐也好 其实如来帐就是一真法戒信 其实就是这个 或者是也可以说就是主法实相 就是说这个法它就是不同的经典 也有不同的名字 如来帐 或者在中文来讲 它就叫做中道义 就叫做中道义 在不同的经文里头 它会用不同的文字 因为当时的众生跟基因缘 因为它偏有它偏空 还是怎么样 我会用一个比较适当 目前这些众生跟基因缘的一个名项 来去说明 那事实上这个法戒 这个法戒一真法戒就是 法尔无始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因为要对不同的众生说明 这个众生目前的程度不同 根性不同 所以佛会用不同的名项来善巧的接引 帮助众生慢慢的 来去了解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 或者叫如来带 或者就叫一真法戒信 那如果在谈中的话呢 就是叫做自信 何其自信 本来清净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一真法戒信 这是用的名项回头 好 今云以非欲为欲等也 诸有行者准欲实之 所以在经典上 两个前面的那句 以非欲为欲 这句话呢 希望诸有行者 就是有心修行的这些人呢 要准欲实之 依照这个辟欲呢 去思为准欲实之 因为这个法呢 不容易啊 简单讲 不容易 今天能够听到呢 也是大家精进啊 你看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法缘班怎么开 怎么讲 都差不多这些人 简单讲 这个门槛不低啊 门槛不低啊 门槛不低 没有相当程度 因为 现在的末法时期 大家 的心都在什么地方 都是在固执比较多啊 都是在欲望比较多 对于法 你看 古人会的求法 是怎么求法 断背求 断背求法的 拳杖大师是走了多久 路上 路上你看看 所以大家或许觉得说 今天天气好冷喔 我还要来 但是如果你想想 跟寻唱大师比起来 对对对 真的喔 因为天气比较冷 昨天有在犹豫 今天早上起来 在犹豫要不要 啊 冷喔 不要来到 但是想想寻唱大师 对不对 真的啊 他走了几年的时间 他路上 对不对 你骑摩托已经觉得 好冷的 骑摩托了 骑脚车 然后觉得很冷 那玄奘大师怎么办 还要 还要背整个行头耶 对不对 然后他整个旅途上面 所有 所有的行头 就是那匹马 跟所有东西群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孙悟空那是小说才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们 这个求法的行 所以说 为什么古人比较容易悟到 因为他用他的身心去换 我们 真的说实在 我们 其实大家这么忍愿来 也是要给你们拍拍手 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但是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 唉 如果再看看先贤 这求法实在是我们 实在是太也不足道 太稳不足道 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思维 要去思维 这批育 这个古大德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慈悲 他们的善巧 用这样的批育 让我们去了解 所以大家能够听到 的确不简单 要精进智慧者 乃文如来藏 因为这个法 这个小根基的人 或者是不够精进 不够智慧的人 他听不下去 他听不下去 也不会受用 所以当然如果有耗药 觉得有受用 这不是我好像故意要站在你们 这是佛讲的 佛讲的 这一位的南文如来藏 是要精进一个程度 还有相当智慧 他才有缓 有因缓听到这个法 听到这个法 他讲如来藏 其实就是一整法界信 是一样的 好 最后 读生文他就做一个祭颂 就要圆满 好 如则那佛或去行 令佛岔海皆清静 无量无数无边境 比一切处自在骗 如来法生不失意 无色无相无伦平 视现色相未众生 时方受化临不现 如则那佛 其实就是如色那佛 就是报生佛 如则那佛 如则那佛 如则那佛的报生佛 过去 他能够成为圆满报生 那就是已经 简单讲有三大阿生死结 功德已经圆满了 才能够成为圆满报生 如则那佛 所以能够 他已经具足圆满 这么殊胜的功德 所以能令佛岔海皆清静 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 而且无量无边无边境的国土 都能够自在骗 如果像前面所讲的 在一株中就有一切株 你在这某一个株点一点 一切株都有那一点 那大概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被骗法界 对不对 他任何地方都是骗法界 他任何地方都是骗法界 这个还是非欲为欲 非欲为欲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对不对 你在这个地往天株上面的认为株 点一点都是骗一切主 那这个还是非欲为欲 那真正的法 那如色纳佛的境界那不用讲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相信如色纳佛也是在这里 对不对 只是你看不到他 你没办法去体会到他 其实慢慢我们有一点点 对于法有了解 我们可以多少的信受 虽然我们不能轻贱 但是我们可以信解 信解说 狄狄狄狄如色纳佛现在在此 虽然我看不到我 问不到我也没有直接可以感受到 但是凭着我们对于法的一些 有一点点理解 我们愿意去相信 我们相信如果真的如色纳佛 一起先念想就是终于在一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如色纳佛 可以算是一种如色就报生圆满 阿弥陀佛已经讲了 他已经成佛时节了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时节 成佛时节 那个成佛就是成为了圆满报生了 对不对 才叫成佛 阿弥陀佛也是跟我们在一起 释迦摩尼佛的报生也是跟我们在一起 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就是刚才讲的互相应测 互相应测 大家是同乘法解信 是不是 所以诸佛都跟我们同在一起 事实上是如此的 以前没有修学或许还会有点是这样吗 那经过现在的修学你应该会更相信说 十方诸佛与我们时时刻刻 时时处处都是同在的 因为你修学过十学门 你修学过法界官门 你修学过五教子官 华严三妹门的原教 那你应该要有信心 应该要有信心 时时处处十方三世诸佛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与十方三世诸佛同在 因为这颗诸有一切佛 那颗诸也有一切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颗诸也有什么 也有十方三世佛 我们也与十方三世佛同在 十方三世佛也与我们同在 一入一切一切入一啊 不是这样吗 这华严三妹就是告诉我们 法界缘请的确是如此的 不是诸佛与我们同在而已 我们也与诸佛同在 所以阿弥陀佛去某个世界度化众生 我们也是随着阿弥陀佛去到某个世界度化众生 观音菩萨他去哪个地方寻生救福了 我们事实上也是随着观音菩萨去寻生救福了 至少我们经过的修学之后 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心的确是如此 虽然我们没办法所谓的直接见证 但是我们经过听闻了解了我们 会有这样的心情 说是啊应该是这样的 不然华严三妹就是乱写了 是不是 如果阿弥陀佛去度众生 我们没有办法跟着去度众生的话 那就华严三妹们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法都骗一切了 如果每一个法都骗一切了 阿弥陀佛做什么?我们也是在做什么 讲到对我想到有一次广见老和尚 人家说要有一个信徒吧 一个大部吧 请老和尚拿去他那边红法还是什么 反正说好啊,你到我就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段就好看 很有名的 他就跟那些 啊,没问题 你到我就到 哇,他写得很高兴 没到 我说他还要写大声通 你到我就到 他就走了回去 结果好像没到 其实有道他只是看不到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其实本来就是都是骗法界嘛 对不对 其实 不要说什么 广平老和尚没有在这里 有啊 不然我怎么会讲到他 本来就是法法物骗 所以现在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是反复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法的确是如此 如果今天我会前没有办法骗一切 今天陈玉荣要是没办法骗一切 那不是陈玉荣的问题 是这个法有问题 法的确如此 可是陈玉荣没感觉到 那不是法有问题 是陈玉荣自己的信心不够的问题 这种这些信心不够的问题 法的确是如此 法的确是如此 所以能够比一切处制裁骗 任何地方它制裁骗 如来法生不适义 无色无相无伦平 那接下来讲到法生 法生不可实意 无色无相 就空 法生通常讲空 可是随缘 信空就能够缘起 所以能够视线色相 为众神 十方受罢 你不现 也就是说 由信空能够缘起 就能够视线种种的色相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 视线色相 为众神 所以其实这句话 心经就讲了 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如来法生 无色无相无伦平 就是那个五蕴皆空 无言耳鼻舌身 因如色相相会处 可是他可以度一切苦恶 能够度一切苦恶 就是视线色相 为众神 所以关心菩萨 因以国王身得度者 就限国王身 对不对 因以载辅身得度者 即限载辅身 因然同安同女 这就是视线色相 所以这个心经 苦门品 就在说这两句话 好 一切菩萨围尘中 彼如则那 如则那献自载利 同是渤海正因生 调伏一切众神类 好 所以一切的菩萨围尘中 就是一切的国土 乃至一切的围尘 第五围尘都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么如则那佛 他都是可以先自载利 为什么 一真法戒性 法戒缘起的自载利 法尔如是 认读则那佛 因为他已经真正正道的这个法性生 圆满的正道这个法性生 圆满的正道这个法性生 就开始叫做圆满报身 那圆满报身呢 所以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视线 所以就叫做化身 所以法报化身是一而三三而一 法身是信空 报化身是圆满 圆满就是信空 信空就是圆满 所以法报化三生一而三三而一 这个主师常常在讲 那红是渤海正因生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复化中的 因为他有发怨 红是八大怨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48怨 钥尸佛12大怨 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发怨 他发怨不是说怨 你在那边发一发就好了 要去做 要去做 如果我们发心要 发怨要顾持三宝 那我们要去做 如果我们发心要念佛 那我们要去念佛 如果我们发心要诵经 那我们就好好去诵经 那都可以的 看你想要做什么 总是能够自利利他的 都可以去发怨去做 像我们这一次现在在重建 跟大家做功课 来一起回向 很多人都很发心 真的 我每天 别的不讲 每天都有三四万生的佛号 每天 每天大概都有三万生四万生左右的佛号 你看这样 十天就有多少 十天有三四十万 他现在已经 这个可能已经差不多将近两个队 很快就是 其实累计起来应该百万生佛号以上 百万生佛号 他不是只有念佛 他念金刚经 金刚经很多人在念 每天三五十就十几部金刚经 所以 他就是发愿了 他发愿我们去做 他就有他的功德 所以说你看这个诸佛也是这样 他发愿 这个时候从信空缘起 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 你不是说发愿就完了 要去行嘛 所以说信愿行 信愿行 那最简单的就是念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阿弥陀佛是在什么时候 在哪里都可以念的 方便 也不用花钱 那你愿不愿意去念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我们要去念信愿行 然后调扶一切众生类 就是要去度骂众生 要调扶众生 众生难调难辅 真的 先不要拥外面的众生 我们自己这个众生 你看好不好调扶 我们自己这个众生就不好调扶 对不对 所以说要自信众生是愿度 调扶一切众生 对 所以第一个先调扶自己这一个 自己你看我们贪生吃卖你 种种烦恼 调扶得下来 如果都还调不下你怎么去调扶别人 所以佛陀的十号之义 一个叫什么 调育丈夫 十号佛陀的十号 一个叫调育丈夫 调扶自己调扶众生的烦恼 所以我们先 第一个先把自己这个众生能够降伏起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学过了有点颠倒 都是想先去调扶别人 真的喔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都是觉得应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对不对 都是在指点别人 那别人来指点我们的时候 就理由借口一堆了 所以说这个调育丈夫 调育丈夫 所以呢真正这个 懂了一针法戒信之后 懂了一针法戒信之后 你有没有比较降伏一点啊 我们五教旨观今天修学晚了呢 我们的烦恼有没有降伏一点 有没有调补一点 有的话才有办法进一步调补一切 总神类啊 讲是这样的对不对 问题是说正在修学晚了 入了法戒 那有没有调补 他一个人现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调补不是法的问题 如果真正入法一定是调补 如果你真正入了体会一针法 现在任何一法有一切读法 那一定是调补的 一定是调补 所以如果没有调补 就表示法还没有入啊 不要说这些人法还没有入啊 才没有调补啊 法要是真入 入一针法戒信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人或胜物是非 好去计较的 一针法戒信你要计较什么 任何一法都是十方三四 你还要计较什么 如果没有入 那也只剩下文字 嘴巴的功夫而已啊 所以说我们要调补啊 要调补啊 所以记得那个顿教的时候呢 与官双绝呢 他最后也是讲 要怎样 要有办法降服啊 我们开始要慢慢复习一下 因为讲到这个调补 我们看来其实不容易 你看最后顿教的时候 他怎么勉弃我们 195页 顿教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更能放原教 195页的最后一法 他说 哎呀 这个法是这么样的 是不是这么的奥妙啊 但是呢 无始其夜构重难串 虽有见心谁见谁灭 若不克勤肯借无影成语行星 真的这句话好好 常常拿来勉弃自己 好 小史中分元修学完了 可是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深 是我们也有一点点感受 但是你没有用功啊 法是法啊 你还是 有一首歌唱 我还是原来与我啊 当然我们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啊 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 你看 乌始其夜构重难传 谁有解军 谁见谁灭 若不克勤肯借无影成语行星 好 所以真的要 要好好的 好好的 要修啊 不然这法虽然是很殊胜 没有错法 而不是问题 你在法的 法的外面不是法的里面啊 他还是生死反腐啊 好 233页 他说 行人修道 简邪入正 此冠行门一卷 法言不顺 和尚略出记 他就说 以上呢 就是 我们修行人要修道 简邪入正 怎么样把 这些邪知邪见去掉 而可以真正入到正之间的去修止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让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去除掉 而可以真正走入正道 还修止观 太患真正成就了 不然呢 其实现在邪诗很多 邪诗很多 对不对 那因为他没有好好来读经典 所以就是应盲引重盲 这个是相载入火坑 所以说 我们透过祖师大德的这种开始 我们到能够简邪土正 走上正修行路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度尊和尚的 开示他后人做的笔记 去整理出所谓的这个 武教旨观 好 那今天我们马上给我们做最后的一个 总复习 做最后一个总复习 五教旨观呢 我们看一下最前面 再来一百零三页 一百零五 你看他其实头尾是相对的 他一开始说什么 行人修道简邪入正指观法门 有五 然后他最后就说 这个简邪入正指观法门就结束了 有正五门 简称就是小始终顿缘 那小教法有果无 就是 他执着五运十二度十八戒是有的 可是这里头没有所谓的忍我 可是仍然有法我 对不对 他说忍我止跟法我止 他已经把这个人我止破掉了 所以我是没有的 可是这个五阴十二度 十八戒这些法是有的 这个是小成教 这小成教 在十教升级无声门呢 进一步呢 法也是空了 法也是空了 所以说我法二空了 随着升级无声门的大臣使教 已经入传世度了真空 可是呢 他的真空仍然是有点偏 为什么 还没有办法出庙游 虽然他仍空法空 可是 还没有办法出空入甲 简单讲 就是大臣使教 已经快要了 所以在开始大臣使教 刚开始了 但是还没有真正走上来 真正走上来就开始的 这个世理圆宗的大臣宗教 讲的叫做世理圆宗 空有如恶 世就是有嘛 理就是什么 就是空嘛 所以世理圆宗就是简单的 就是我们心经常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心经其实呢 照见五蕴皆空 如果只看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就是大臣使教 五蕴皆空就是它 五蕴也空了嘛 就是法也是空的 对不对 五蕴皆空 所以这个五蕴皆空 就是生其无声门 是大臣使教 可是它马上又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神 那就是宗教 就是世理圆宗 那宇观双节呢 心经就是 因为心经毕竟它是要用讲的 所以它有魂词 所以心经没办法 直接去讲这个层次 那这宇观双节 大人顿教 说明这个一针法进行 它不是语言文字 乃是我们这种概念 可以去揣测琢磨的 你必须把这个语言文字 可是呢 也没有离开语言文字 它不是语言文字 可是它也没有离开语言文字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讲 那时候我们花了一段时间 它在谈所谓的离一切及一切 有没有 离一切及一切 这个一针法进行 它不是一切法 可是它也没有离开一切法 离一切及一切法 那最后就是我们华盐三妹们一称原教 那最经典的一个批语 就是地往天主 一己一切一切及一切 从从无尽的这个华盐三妹的这个境界 所以说其实它相当有刺底 它相当有刺底 所以说这个先破忍我 如果你的忍我值还这么重 一天计较说 我怎么样 你对我怎么样 一直在忍我的对立里头 这个还差太忍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还是这么计较自我 我的或者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这个落入这种执着计较人我值 你连小教 你连阿罗汉都还差得远 连出国都差得远 是不是 所以说首先我们至少一定要先 这个人我值 简单讲我自我中心不要太强 学法学那么久了 自我中心不能太强 否则学了十年自我中心还是那么强 我们学法千万亚就这样 我学法那么久 你财单入门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这个就犯了 犯了什么 你们这些没学法的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其实那你自己又学了怎么样 你们这些没学法的 你们这些吃肉的 当然吃肉是不对 但是你如果用一种 对力或者是不以为然的心态 或者是鄙视的心态 这个怎么有办法做法界呢 人我值都破不了 对不对 就是我有修行 你们都不懂伯伴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懂 这样其实是 我们有时候 学佛会落入这一点 这样的一个 一种 一种 也是一种障碍 这也是一个过程 也是 大家其实宣布也是 慢慢慢慢 没有都是一开始都是学对 但是我们要慢慢的说 我现在其实又落入了某一种 某一种的执着 要不要去觉察觉醒到 我们要去不断的去觉察 因为 你不要说我们 实地菩萨有没有 他要再去检讨 凡行 改进的地方 但是有啊 不然 不然为什么他只有实地而已 表示他还有 还有位阶要上 简单讲就是 实地菩萨还没有成佛 忍觉菩萨还没有成佛 那等觉菩萨实地菩萨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或你都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很多需要去 不断的去看到我们自己的 哪一些方面不是那么具足 不要去怕承认自己的缺失啊 有时候看到自己的缺失 是应该关系 看到了怎么样 当然自己有一些缺失 有一些不足要去修正 说真的不容易啊 不然祖师怎么会讲 无始的这个习气 要不要不要去改观 祖师也是讲很难很难 所以要用卯足全身 全身的力量去突破 有没有 刚才 所以我说 反正整部话 这个无教旨观 讲到最后 我还是觉得说 当然理事要并尽 但是要使上力 这个法很俗称 但是要使上力 能够真实地跟他沾在那边 就是刚才顾送的他讲的 这无始的习气 你没有去突破 这个法你要沾在那边 你不要说顿教 你连小教就沾不上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还是应该 就是我们大家自己 怎么样修 有一些定课 还是自己有一些用功的方式去 你才能够看到 因为自己的缺点 别人跟你讲 有时候别人讲 你是根本不承认 唯有 当你自己真正看到 说的确这是我的问题 你才有机会去扭转 别人跟你讲的时候 你都是一堆理 有时候哪有哪有哪有 最连大利是 每次我在打坐 因为我当过奸相 我们自己打坐也是这样 别人打坐也是这样 你说打坐 哪一个不打喝水的 都是 就是都会有温层的现象 但是呢 就是我们当奸相 或者我们自己打坐 有时候温层 别人来 奸相就是人家 你在温层 他稍微圆顶一下的 你就会觉得说 没有啊 我哪有在温层 你说我们自己是不是 都会冒这个念头 没有啊 真的我都会冒这个念头 没有啊 我哪有在昆层 这稍微动一下而已 只是后来说 蹲下的时候 那还真的还在昆层 但是你自己没有去看到说 你都已经蹲成这样的时候 别人来点你的时候 我做得很好啊 很舒服啊 真的你睡着了 当然是很舒服啊 还会做梦耶 真的 真的 我们都是经过了 那经过打雾的 那有啊 或者打雾 突到自己醒的都有啊 真好啊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这些问题 别人来点 是有很友善的人 是别人一点有一点用的 所以还是要自觉 自己要去看到 真正是我们自己 在哪一些点上 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但是我想 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见着孩子容易 还很堪 还说我先生怎样 我小孩怎样 我太太怎样 就是很难看到说 就是自己怎样 不容易 不容易 好了 就要看到了 要去改 又是简单讲 所以说 你看主是会不会讲 那么肯切的话 没有卯足全力 这一生又是悠悠茫茫 又是过去 这个我们是说 最后的勉励 最后的勉励 所以你说 本来我想说 修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或者这样我想说 人生也是 也是无偿迅速 要过来 不要休息 下礼拜就继续了 因为 真的啊 你真的其实 无偿 无偿是蛮迅速 你该想我还有几年 所以 那个 就是说 当然我们到过年前 我们还是就是被放假 还有想说 书我们都已经备好了 我们下礼拜 我们就开始 来看这个 异海拜 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 真的 这 法上大师的笔法 跟那文师 当然 两个人的领 当然是绝对相同 但是 那很叙述 叙述的一种 文具 还有他那个思路的方式 我们看的的确是 就是的确是不同的人 还有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时代 你不要讲了 你看 我们还在老讲的时代 那时候的人讲话 还有做事情 跟我们现在的人 这个时代 在讲话 在做事情 你看你们一样 已经很不一样了 是不是 这样才几年 你差不多五十年而已 是不是 你看那时候 有人敢骂所谓的总统吗 没有 现在 现在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 所以说 这个三主 到了三主跟初主 当然 也有时代 那他的文笔 叙事 各方面 是有明显的不同 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 有他的不同的特色 有他就是他们在发挥 这个华言的道理 其实你就去看 虽然这本有三部 有法界官门 有十宣门 有五教子官门 但是你去看 他在叙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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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教或者 这个 一针法界信 他 他某个方式 他是有一个一贯性的 有没有 他讲的方式 也非常的一贯 懂这个意思吗 因为他是同一个人 他是同一个人 但是 我们去看法 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 他讲的方式 他的文笔 是 就是 那个风格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些也是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那我们就尽情期待 下午我们继续精进 真的是 本来是想热爱 不然休息一下 但是我来 时间无常 我还能抓紧时间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就回向 越以此 越以此